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之前做了一些免炸版的腰果 得到相當大迴響,嘩,掉了一粒 不要緊,這些有多脆口 大家聽不聽聲音嗎? 做好了,攪拌好之後,就放入袋子 日常的小食,像這次的烹調入站也相當好 上次做完椒鹽排骨之後,很多網友都會留言 會不會做豬頸肉 這些豬頸肉都是在急凍店裡購買的 在急凍肉之中,豬頸肉是算貴的 大家也可以買一些新鮮的豬頸肉 但你也要一早買 因為這些豬頸肉都很搶手 你選這些豬頸肉,有什麼竅門呢? 首先,要看色澤 它也會呈現一些粉紅色 比較鮮艷的色澤 我也說過很多次,這些豬頸肉和豬扒 都是一樣的 它都是一塊一塊的搭著來賣 如果你買下去,就要選一些比較硬的 因為如果它曾經溶過雪 或者是放在肉的表面那一層 特別是現在這麼熱 它很容易就會溶完雪 溶完雪之後又會冰回去 那它就會變成啞色 那些就不要買了 那這塊豬頸肉,我昨晚已經拿出來 四度的雪櫃 放到軟身 我們第一步就是先改刀 我們要做肉粒 我們要切到藥膜 一隻手指比較粗 那要不需要什麼紋理 我們就務求切到一粒粒 首先,我們先把它打開一條條的形狀 然後我們就切粒 都是大小粒 可以再小粒一點 這些類似以前我們做一些西芹炒肉丁 那樣的做法 切好之後 第二轉就是這樣 如果一般家庭主婦 我處理不了這麼多 這樣就... 一粒一粒都可以的 切東西和刀工的不要太貪化 就自己的能力 切好一點 還有,如果有時候的蒸飯 有些話呢 我們就做一下 當你的刀工 切得多 那樣自然有一個工... 即是...工多藝屬 那當然你看我切好像很容易 那我切了幾十年了 那...畢竟現在怎樣退步呢 都會有少少功力在這裏 那切好之後 我們就放些鹽下去 我們就用一些淡鹽水 就把它浸泡一下 淡鹽水浸到它的目的 都是希望它... 它... 基本過程中 有些雪味 有些不好的味道 在一些纖維那裏 讓它的鹽味 拿到一些纖維那裏 逼一逼它出來 那這些肉呢 已經很鬆身了 我們要浸它 約10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清洗了 那些豬頸肉在浸之際 或者拿一些三色椒出來 那... 有以往看開的我煮東西 我都很喜歡用一些... 大隻的那些... 三色椒 那... 那... 有些什麼比三色更加正的呢? 四色... 五色... 買一袋這些椒回來 有五種顏色 這些小小隻 街市標榜叫做 生果椒 當然不是香椒的椒 是西椒的椒 有紅色 有黃色 有橙色 有綠色 那... 日常用來做冷盤沙律 都是相當好吃的 那... 這次就利用它不同類型的色彩 做一個烹調入讚的菜式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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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需要理會 我們先把豬頸肉弄好 那... 吹吹吹吹吹吹吹得來 那... 差不多浸了約10分鐘 那... 我們現在倒了淡鹽水 將它清洗乾淨 那... 過了四五次水後 將它清水 那... 我們每一次過水 都是... 倒在一隻碗裡 沖點水 拿一拿去 然後倒在隔篩裡 然後倒在隔篩裡 重複做這個動作 那幾次 那這些肉 就一定會把所有不好的味道都關掉 那... 那... 第二個要點呢 就是一定要瀝水 那... 除了瀝水 我們就輕輕地用廚房紙 就... 抹乾它吧 那... 那... 它一會兒吃不吃到醃料 那... 那你醃不醃得它 它會變軟啊 那... 那... 都是... 靠一些肉呢 它本身乾身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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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很多網友說 啊... 為什麼要醃雞翼啊 或者醃其他肉類啊 那... 它煎出來啊 那... 那... 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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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ług uniqueness 那... 它去腌肉呢 那... 那這些東西還不會弄得很好吃啊 啊... 當這些肉抹乾身子 那... 我們事情都要不要的 這個 yards 那... 那... 那我們醃肉的碗都要抹乾收 aş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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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豬頸肉呢 你想醃是豉軟有 fought 那... 中菜的做法是用一些不太受歡迎的 一些叫做梳打粉 這裡約400克左右 我們約五份一茶匙的梳打粉 如果這隻不是豬頸肉 我用肉眼改的 梳打粉的份量就要加多一點 相對而言,豬頸肉,雖然你聽的名字是豬頸啊豬頸啊 其實它是很爽口的 比一般的肉眼比較容易軟 所以梳打粉的份量,稍微加一點就可以了 第二樣要放出來,我們放一點胡椒粉 畢竟都是雪肉來的 第三樣要放出來,都是家裡不太受歡迎的味道 我們放一點雞粉 畢竟這些醃法都是職業廚師的醃法 放一點雞粉 還有我們做這個菜,味道比較濃郁就會比較好吃 雞粉也是,五份一茶匙都可以了 我們放一個湯匙的生抽 然後放一個半茶匙的砂糖和一下 到這個階段,我們拿一些紹興酒或白酒出來 放一個湯匙 然後我們拿一些生粉出來 然後我們把所有醃料都攪拌均勻 特別是用的梳打粉、醃肉 一定要把整體的質地拌均勻 如果不拌均勻,梳打粉要放在一邊 一邊醃得很軟,一邊又不太軟,就最不好 我們在外面醃4-50磅的肉 我們都是調整一大堆,一起醃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豬頸肉都攪拌均勻 我們用這個攪拌的方式 這樣攪拌,把肉汁全部收起來 還有,你覺得肉開始黏著手就OK了 有些網友留言說 我不用手去醃,這樣攪拌是否OK 也可以,你可以用一些薄的麥實袋 用一些薄的麥實袋也可以,倒進去就不斷拌均勻 不斷拌均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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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剛剛開始學烹調,我也建議大家 下手下腳去做 你會感受很多的 你的感受也是你自己會吃得到 你放了多少努力下去,就有多少回報 現在用了差不多一分鐘 差不多了,張手了 最後我們用一茶匙的生油 目的就是讓生油包一包肉的表面 從而吃進去的醃料,鎖一鎖 還有,它有一個滑度 醃好豬頸肉,我們就用保鮮紙包在冰箱裡 最少都要醃4個小時 那豬頸肉在醃製,我們就把生果椒拿出來 有多少個顏色呢?1,2,3 它很厲害,紅色最少,我已經拿了一隻出來的 最多是黃色,還有橙色 那這些一包十多元就不貴的 有時候也有得散賣的,散賣更加便宜 那第一步我們就去沖沖水洗乾淨 我們輕輕沖沖水,與此同時 還有兩條蔥,加一點芫茜 因為我喜歡吃這些炸蒜的菜式 我喜歡加一點蔥花、芫茜 做這些改刀也是相對簡單的 首先我們把尾巴拿出來 這樣把它拿出來之後,把銀子拿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全部都是斜斜的 這樣讓它有一點形狀 我們全部都是一樣的做法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可以保留一些紫 或者搭一點紫天椒 這樣也不錯 剛剛切了這隻,一粒紫都沒有 那這隻呢 大家看看 這隻就有一點點這樣 切斜仔,有這麼多種顏色 跟大家互動一下 有這麼多種顏色 是否要分開五棵樹種呢? 每棵樹有種顏色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說一說 你自己心目中的答案 1,2,3,4,5 那我就先回答 那我就說一棵樹 那為什麼一棵樹呢? 還有這麼多顏色 那其他網友可以幫忙解答一下 我們現在全部切掉 不要切太細粒 我們要有一點大粒 一會兒 你炒也好 你炸也好 那... 要做完之後還有一點東西看 好 那這些全部切成蔥花 切成一粒粒就可以了 切完之後 就用一些冷滾水 熟水浸一浸 有備用就可以了 那...至於其他材料 有些蒜蓉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炸蒜蓉 或者之前那個... 椒鹽骨 那這個腰果呢 我剛剛做完一個... 無火煮食 無需油炸的 大家可以跟這個版本吧 那都是相當之簡單的 如果大家炸開的 也可以做一個油炸版本 也是有影片看的 豬頸肉現在約醃了四個小時 我們就把所有材料都拿出來 大家都很特別的是 為什麼多了一件豆腐呢 剛才我做個... 芫荽皮蛋 魚片湯 原本是加一個豆腐內的 但是又... 掛著... 做其他東西 這樣就漏了 不要緊 這塊豆腐的 然後把豆腐一起做 一起做 我們都很簡單了 我們就切到... 跟肉粒 差不多大小 這些包仔豆腐買回來 我們都是用一點炭鹽水 浸一浸去 然後洗乾淨 然後晾乾水 那豆腐所有材料都準備好之後 我們這邊就... 急不及待了 那麼... 慢慢... 燒熱一隻鑊 然後倒些油進去 近期家裡炸的東西 那就... 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就是... 油溫控制 炸的東西的學習吧 炸豆腐粒呢 我... 兩年前都做過一個... 醃雞 炸豆腐 我們這些... 豆腐火冷飯 豆腐鞋骨飯 那炸豆腐怎麼炸呢 先控制好油溫 我們在外面做 一開鍋油炸的東西 一次就炸很多 第一樣就是炸豆腐 炸豆腐... 要保持180度 190度的油溫 大家聽到剛才... 有些油鍋的響聲 代表油溫到160度 170度 大概 我們約燒一分鐘 我們在鍋邊慢慢放豆腐進去 剩下的就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放進去小火 那麼... 頭30秒 你就蛇咬都不會動它 因為... 你一動它 它就像小炮一樣 散了 我們就等它炸幾分鐘 定一定熔 好 當豆腐現在放進去 差不多40秒 油溫又降了少少 我們就... 再加個中火 炸豆腐呢 都要夠油溫 夠猛火 才炸到 特別是用些原材料去炸豆腐 有什麼不是原材料呢 現在在外面做有很多很流行的 或者是燒鹽豆腐粒 會上少少乾粉去炸的 那些豆腐 油溫又不會太高 這次炸的就相當之香了 這樣... 大家都有看我之前做了一個豬油 現在這些都是一半豬油 一半植物油去炸 到這段時間 我們就要把最大火 把油溫慢慢調到 那道求把豆腐炸到金黃色 炸豆腐的基本技巧 切到這麼小 用來做這些燒鹽豆腐粒 因為是相當之好吃的 切大粒一點 豆腐火冷飯 豆腐燻北菇 都是最基本的炸豆腐方法 如果做豆腐火冷飯 就準備凍水 一炸很好的東西 就放在凍水裡 中出就將它降溫 那些豆腐就開始轉金黃色了 現在就... 開始就... 將豆腐披起瓊油 我們就... 撈起了豆腐瓊油 再調小一點油溫 跟著第二樣東西要炸的 就是蒜蓉 不要太高油溫 我們慢慢放下去 它會湧得很快 我們就輕輕地慢慢鬆開 慢慢鬆開 那些油溫呢 它稍後很快就會掉下去 沒那麼多泡 話口未完就已經掉下去了 現在我們呢 先放大火 炸這些蒜蓉 我上次也說過 你還是要夠膽用油溫去炸 那這些蒜蓉呢 你算是好吃的 因為它弄得不太大顆 只是沖過水 蒜蓉在炸的狀態 那些豆腐粒 幾香脆 我們繼續保持著 一個中大火 我們炸的蒜蓉呢 都是要看 舖子不停在那裡翻滾 才會炸到蒜蓉 這些下角 我們去到最尾 差不多就放到最大火了 那我們就看著 蒜蓉 微微變金黃色 那我們就好起了 大家都看到 我一邊炸 一邊旁邊的那些 我都會撥到中間 不然旁邊的那些小小粒 它就很容易會焦 那現在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先蓋上去 我們蓋上去之後 中間呢 還是要放一個洞去 就是讓它在中間那些 不用再繼續炸下去 那我們就找個隔篩出來 把油裡面 很細微的那些東西 我們就全部都要隔掉 隔掉所有東西之後 我們都要保持著 約160度左右的油溫 這樣現在就 開始炸好豬頸肉 那我們也是 在鑊邊那裡 慢慢放下去 不要心急 油溫也不要太高 因為這些豬頸肉 我們都必定要炸到全熟 那些豬頸肉 當豬頸肉放進去之後 這樣就倒到油溫不夠 現在我們先放一個大火 也是 放進去 就不要動它 讓它輕輕定一定型 如果這個豬頸肉 你想它更加脆口 其實我們淋炸之前 可以放一點豬頸肉 什麼豬頸肉 什麼豬頸肉 生粉 和麵粉 上去稍微乾身 那你做出來 就有些 有些豬頸肉的效果 當油溫提升了之後 大家都看到一些效果 那我們就 把它輕輕鬆開 好 現在我們就放一個 中細火 讓豬頸肉 用一個減低的油溫 慢慢把它浸熟 炸這些豬肉 如果你全程油溫太高 炸到出來 它就會很殘 不好吃 我們就保持著這個 浸到它 差不多九成熟 我們先放一個大油溫 現在要浸了兩分鐘左右 這個就炸了三分鐘至四分鐘 就必定熟了 現在我們就放一個最大火 將它的油溫扯到180度 190度 用一個較高的油溫 將它裡面的油 迫一迫出來 油溫 一條高了 大家就開始看到效果 我們就炸到它的表面 有點乾身 差不多了 這段時間 看到豬頸肉 就開始修身了 將剩餘的彩椒 放進去 炸十多秒就可以了 這些彩椒 然後把油溫扯到後 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拌好 然後把它拌好 一拌好之後 我們先把它關掉 現在我們就隨便把它拌好 我們拌好油出來之後 好了,到了最關鍵的步驟 現在就 看看有沒有可以拌好就看這裡 那就是豆腐粒 然後腰果 想吃多少就放多少 這段時間 家裡有滑鹽就放滑鹽 如果沒有滑鹽就放少許味蕉鹽 我想更加香 再加少許蝦胡椒 嘩,真的 現在把芫荽、蔥花 把芫荽、蔥花 好 在這裡 拌勻 我們要利用些豬肉的熱力 把腰果混入 腰果不用再炸了 那已經可以了 這麼豐富的椒鹽豬頸豆腐豬頸肉腰果 一次過滿足的願望 真棒 椒鹽三寶,出燈! 這個菜式,如果我們在外面做,金蒜蓉還是會多很多 今天就炸了一點點 這是一個相當香口野味的菜式 特別是豆腐和腰果 這個菜式一次過炸幾個菜式 跟大家分享一下炸菜的技巧 在家製的確是有一定的難度 這些菜式,如果大家在外面見到的 就異話不說,就想怎樣 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到一個菜式的背後 其實是很蝦,很考功夫的 這裡都是一些職人吹水,很資深的網友 我希望大家分段看又好,快速看又好 我希望把菜式分享出去 再重新播放一次,給我一個讚 叫多點朋友訂閱,令我有一個延續性發展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喜歡吃腰果的網友,給我一個讚 喜歡吃豆腐的網友,訂閱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喜歡吃豬頸肉,麻煩你加入我的頻道 繼續吹水,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每次說到這裏都說不到,因為很口水 我先吃飯,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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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getable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